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 DOTAR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 2023年ESRUN柏林Major的淘汰赛 环节胜者组首轮也是第一个BO3 来看一下GD战队对战Spirit双方BO3第二场 阵容方面跟上一场比赛又是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Spirit继续给中南拉尔去选蓝猫 然后GD里边继续在第二手拿出美毒杀 然后连续搬掉了敌法师猴子和小鱼 有观众可能会问 为什么对方选择了美毒杀 Spirit不在前两手去选一下 比较克制美毒杀的英雄 答案很简单 因为GD是先搬先选的地方 第二手拿人是他们后拿 拿完了以后马上就搬掉了敌法猴子和小鱼 三个非常适合去出散尸 并且对于美毒杀来说有一定影响的英雄 而Spirit在三四五手搬掉了上一场比赛 对手的穿山甲 搬掉了对方奎音的绝活火猫 然后又搬掉了一个帕格纳 也是当前版本非常强势的英雄 然后在第三手先拿了一个天怒法师 天怒加的猫加小鹿 GD则直接掏出来了紫猫和陈魔术 感觉在新版本里边来说的话 GD战队在适应新版本的英雄方面 也是做了比较多的工作 好 Spirit拿出了斧王 传说中的用斧王来打美毒杀 我们这场比赛就要见到了 来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对吧 正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GD这边呢 在第三手拿出紫猫以后 因为他有陈魔加光法这两个英雄 这两个英雄的主要伤害构成肯定都是靠着法系输出 并不是很害怕对手的赤红甲 而Spirit这场比赛为了针对对方的美毒杀呢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要做一个赤红甲的 但是上一场比赛 我不知道为什么Spirit的三号位崩溃 他没有做 他是选择出了个大鞋 然后琢磨着要出A仗来去用自己的普通一拳打美毒杀 但是事实上到最后好像也没做出来 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没有看他做没做出来 因为后边就是GG的一个单方面碾压平推了 在最后的两手搬人方面呢 GG选择先搬了一个TB 搬掉一个TB 一号位雅头罗这边 估计还会再考虑搬一手熊战是吧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TB和熊战都会搬一下 剩余的一号位适合打美毒杀的可能也就不剩下谁了 真的是不剩下什么了 让我们比赛Spirit这边在最后两手的搬人方面选择是先搬掉了一个马格纳斯 防了一手对方的三号位马格纳斯 然后GG这边搬掉了熊战士跟咱们预测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Bird在最后一手他搬马格纳斯以后对三号位Ace的英雄是来说 看一下是搬一手伐木鸡还是搬一手 还是搬一手潮汐之类的英雄都是可以的 他们这个阵容现在并不是很克潮汐 虽然有腐王加天怒的这个二人组但是这个二人组出个笛子就完事了 选择搬了一个赏金猎人 防了一手对方三号位赏金 那GG的这个三号位我倒是挺好奇是什么的 兽王 大屁股 末日 马格纳斯 这些比较热门的三号位 除了马格纳斯啊 剩下几个都是比较热门的三号位现在都被搬光了 这次比赛感觉GG又有大概率能赢啊 确实现在这个GG战队的实力在这届比赛到目前为止显现出来的是比其他的战队真的强了一个等级 整整强了一个等级 那么在最后一手看一看GG在三号位能给我们整出点什么花活来 估计也不会因为这个队伍他相对来说比较稳健 其实迷团还在 这场比赛迷团还在 GG这个阵容的话也挺适合拿一个迷团的 蓝胖子啊 还行还行 整点东西出来 这个我还是很开心的 不过话说回来 美杜莎搭蓝胖子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隐藏组合 隐藏组合 为什么说是隐藏组合 因为很少会把很少会有人把蓝胖子和美杜莎联想到一起 但实际上当美杜莎和蓝胖子作为队友的时候 美杜莎的胜率会极高 就是比没有蓝胖子做队友的时候的这个胜率可能能高出个 或者说比美杜莎的平均胜率能高出个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历史悠久 但是又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一个隐藏二人组 如果不做数据挖掘的话 你发现不了这个东西 Spirid在最后一手看看他准备去用谁来当做一个大哥位 好选的大哥位真的已经被搬得差不多了 可能拿出来了一个大胜 勉强算是一个可以用来去出散尸的大哥位 虽然不是优先级那么高 可以出 但是呢不是那么厉害这样的一个角色 利丸出散尸能打吗 利丸出散尸一般般 因为利丸不是个战装输出的英雄 就是你打美杜莎 如果你出散尸去打的话 要么你是一个战装输出 就是能够持续去A人的 其实简单来说 就你看GG搬掉的那三个用来保护美杜莎的英雄 或者说那五个用来保护美杜莎的英雄 就能够明白什么样的英雄比较适合去打他 底把师是因为底把师的削蓝速度非常的快 他的特点是非常的快 他不需要战很长时间就可以快速的把你的蓝消光 猴子是有廉价的幻象 可以不停的去长时间的去消耗你的蓝量 小鱼是因为有大招的存在 他可以有一个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能够战装去输出美杜莎 雄战士是因为有超强力量 有极快的速度 可以快速的大量下掉你的蓝量 然后再加上大招比较结实 他是很多很多很多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情况下 然后你才能够有效的去对美杜莎产生威胁 而力丸他不能够站在战场当中说 我一直在哪A你 一直在哪A你 他不行 他做不到 属性太低 他必须要经常依靠自己的各种技能性来保命 大叔选美杜莎为什么不搬比较克制他的府王呢 我再说一次美杜莎不怕府王 美杜莎不怕府王 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些天直播已经说了不下十次了可能 感谢王老板的20奥元 谢谢老板为了大叔的腰 谢谢老板为了我的腰子 腰子打赏啊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老板大起 感谢 好 将比赛从出门的情况来看 GD选择的是开悟直接跑到中路 这边没有破误 没有破误的话 那就可以他的事在这插个眼 溜达过来了以后 他站在这个 他站在这个地方 站在这个地方 对方没有视野的话 防御塔是不会攻击的 看一看光法 光法这块感觉要交一血 要交一血了 nice 没把杀杆的小路拿到一个一起 这场比赛又是 Spirid的胜变 这个 这个 开局 又是Spirid的拿到了一起 天怒这是哪一套 看起来跟VS差不多 来帮大家看一下天怒的套装 天怒跟VS是两口子呀 装备像是很正常的 云巢上将 好吧 云巢上将 天怒跟VS是两口子呀 兄弟们 他不装了 我就是天怒法师 看看这拨神服 子猫一级加的是什么技能 一级加的是共鸣脉冲 加的共鸣脉冲的话 河道的这个神服呢 是子猫控道 上路的河道神服是光法控的 但是自己家优势的 自己家优势的神服被防拿了 对方呢 是亚托洛的大圣 回家控了一个 各自双服开局 Spirid拿到一起 还是比较赚的 通路蓝猫打子猫的话 这个不吃亏 好吧 不吃亏 那么这里想要去反补干扰一下 结果正好帮奎因垫了个刀 你再毁刀 毁刀成功了 这里一个想要反补一下 没有成功 奎因这里又是公共脉冲 补到了一个近战兵 第一波兵子猫的补的 还是很成功的 三正一反 比对方的蓝猫多了一个反补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 蓝猫这边是没有能够 在第一波兵直接顺利的伤到二级 但是影响也不大就是了 因为第一波兵 它是先推的线 它先推的兵线的话 那就肯定是 不会因为被囤兵线 然后导致二级打一级 冲塔这种情况不会有 一般来说 差距就不会特别大 刚刚这里也打出了一个被动 阁龙的大圣 像上路这里打一个被动出来以后 蓝猫子转身 给你一个燃烧瓶 如今我滚出了智力界的蓝猫子 还怕你区区一个大圣吗 真是的 我蓝猫子不光滚出了智力界 我以智力界割袍断翼 直接就是永久灵智力 什么垃圾智力属性 老年不要了 蓝猫这块被对方拉了一下 不过这个拉的距离不够 拉的距离不够 没有人能够让防御塔形成一个对拉尔的消耗 还被对方的蓝猫反过来拉了一下 撞了一个残影 这一波的话 紫猫这个血量亏了不少 大圣在上路现在是11-1 狼猫13-1 紫猫10-1的一个正反步 人头术方面 现在Spirit拿到一血之后 一直两分多钟 两边还没有爆发后续的人头 德拉乔给了一个秘书一蛇 不过这个蓝量 这个蓝量是真的有点少 这里吃魔伴反打 奥数诅咒给上去 Mira这里想要去极限的 去击杀一下对方的魅度杀 不过有魔伴的情况下 却是有点难 天怒加腐王也是个老经典组合了 腐王的吼 廉价的吼 加上天怒这个并不太值钱的大招 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有效 简单粗暴有效的一个秒杀 灵智力灵力量都出来了 什么时候来个灵敏 小小啊 这里一标漂亮 这里小鹿又是一标 拿到一个人头 不得不说这个蓝胖子在上路 下路这边成功的击杀掉了 美兔杀干的漂亮 不得不说的就是 这个小鹿这个英雄 现在实在是有点 有点太厉害了 真正这个版本 我觉得兽医最大的英雄 除了美兔杀这个英雄之外 可能就是小鹿了 小鹿现在太离谱了 好看看这里光法又是一标上来 呜呜这个血线好悬 回头再给蓝胖子加一个蓝 蓝胖子现在是草鞋 双力量手套 现在人头术方面来看的话 Spirit三比零辣 已经子猫这里 残阴补一个中路的远程兵 开局的这个对线来看的话 不得不说的就是 奎音的对线基本功 现在实在是太离谱了 他这个对线能力真的太离谱了 但是反过来说 边路这场比赛已经被打爆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 Spirit在边路把对方打爆的情况下 能不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 寻找到一个获胜的契机 这里秘书一蛇消耗一下 不够两个人躲开了 没有让这个秘书一蛇弹起来 卡拉切奥的美杜莎 目前在下路的补刀数非常惨 只有17个 还不如上路日子过得非常差的蓝胖子 蓝胖子好歹还有21个阵部 蓝胖子用来去打打圣 并不是很好打 哦 光法那边的血线很低啊 光法要出事我看一下 小路又来了 小路他又来了 小路这里看要不要转头给光法一标 没有选择给 诶 这里给上一个云 加一个之王之光 回头给蓝胖子 回一个蓝 蓝胖子这块 给上一个技能 大胜打出被动 一棒子蓝胖子再给上一个技能 这一标蓝胖子回头捡一下伤害 然后再撤 上路蓝胖子和对方大胜的护怼 到目前来看的话也是大胜的一个完胜啊 可以说是 这也反不掉一个远程兵 美滋滋 呃 沉默术是溜达过来 这个位置正好是在天怒刚刚插下来的真假眼 嗯 附近 天怒这兜了一圈 诶 这个眼 这个眼 看一下这个眼 刚插下来呀 被对方的沉默术士就给排掉了 沉默术士给上一个两个技能 然后紫猫过来 刮杀给上去 看着这波蓝猫被沉默了以后 还好 这个沉默时间并不是很长 但是这波消耗的好惨 空到了一个加速神谷 但是状态直接被打空 瓶子喝下来 想杀对方的光法 一个智芒之光 第一个瓶A是miss了 然后再接着上去给输出 再加天怒的输出和小路的大标 完成了对于对方光法的一波击杀 这样人头数来到了4比0 4比0三条线的补刀 是一个全线优势 加上4比0的人头 团队经济领先了1000加 三大哥的经济 都是犹豫对手的三大哥的 看看这场比赛 Spirite能不能够赢下来 如果这种局被GG轻描淡写的 就翻回来的话 其实是挺打击士气的 当然虽然这场比赛输了 他们短时间内也遭遇不到GG 看看这里给上一个F 然后下头脑打出来被动 打出来被动以后 转身一大棒子 直接抽到兵线 加上光法身上 把自己的血量吸满 然后单杀掉对手 漂亮 加头脑的大胜 确实缺火 这场比赛在上路 已经把对手给打穿了 蓝胖子的经济 目前只有2500块 而大胜现在已经是 马上3500块钱的一个经济 加上比赛 加头脑的大胜 发挥的太好了 美朵莎现在下路 面对对方的富王 富王的金子全场敌 已经坐软了先通论 美朵莎拿这个富王 也是毫无办法 那么团队的经济 可以拉开到2000多 我估计啊 我估计应该是要 快奔着3000去 富王在有了先锋盾以后 可以直接顶着 这个美朵莎的脸去打 因为美朵莎现在 拿他没有办法 上路这个男胖子 又使辣一棒子 直接收掉 好 哎 大哥 你看眼 自己的血量上限啊 这个美朵莎 你高低做个假腿 切成力量啊 你真 笑死 230点血上线跑得腐王变全不知道干嘛去了 这打腐王你 你怎么也得把自己的血量撑到250点以上啊 哪有230点血在这浪的 我又买猫猫猫 他就出个假腿切成力量腿就行了 这里一个小跳跳到对岸 然后呢队友过来支援 看一下沉默树已经过来了 先杀这个要杀的话肯定是动对方的腐王 杀了猫这个时候追不上 看看子猫能不能追上去 这里一个刮杀残阴没给 直接供脉冲加一个平安 完成了对米尔的击杀 这会儿打完以后 现在虎王4700块钱 大圣现在是4300块 蓝猫这里被子猫挂一下 光发给上一个波 波了一下 不过消耗的并不是很多 刚才美毒杀他不是之前没切假腿 他是身上没有假腿 就是他刚才被斩过 他身上没有假腿 而且其实没有假腿也没事 你先买一个力量的腰带也行 你别先带一个草鞋 带一个加速手套 你带一个草鞋 带一个力量腰带 你的血量就够了 德拉乔的美毒杀4100块 对方的腐王5300块 上路蓝胖的现在是3200 不过蓝猫的经济也很一般 蓝猫的经济现在已经是被对手的三大哥给反超了 排在几方的最后一名 看看这里招换生物给他打掉 价值65块 最后是被子猫拿到 脸土杀则继续在野区来进行一个发育 这个野区比较可惜的是 这两组野怪为了游戏的平衡性的话 他是不计算在地图的四周那四个buff区 所以打这块的时候 看看蓝猫极大的一个光法 但是上路的大胜被对方的一波游走给带走了 大胜的节奏被断一波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光虎王的经济好 作用不是很大 狂这里在努力的转 而美毒杀表示无所谓 什么花里胡哨 他根本没有用 火法阵吸收的伤害比例太高了 蓝打不掉的话 这个美毒杀真的不好杀 这块蓝胖子要被大圣追着一阵锤 看看在控制人马一条踩光法之盲之光 再给蓝胖子回个蓝 美毒杀来到了上路 美毒杀来到了上路 这是要推上塔的意思吗 紫猫并没有来 紫猫还在跟中路蓝猫两个人 在双人舞 光把这里给上一个波 把这个野怪拨过来 顺便开一波视野 中路这里 紫猫被弄死了 狗王和天怒两个人过来 这个是狗王跳刀的第一波 跳刀狗王加上六级天怒 这个作战能力一下就上来了 不过要等一下下一波天怒的大招 天怒的大招是十多秒 还是六十秒一个 六十秒一个前期 六十秒一个 一分钟可以进行一次有效的游走 现在游戏的时间十二分钟 留给他们的这种 能够去抓落单的时间还有很多 团队的经济在这一波中路一台 拆掉以后已经是拉开到了四千家 这个差距逐渐的拉开的有点大了 诶 这个野怪 这个野怪 狗王没打掉 没打掉被光法过来一个智芒智光给清了 那个美杜莎这里被对方的大胜追了一下 开大招直接撤 这张大胜给了一棒子 不过对于美杜莎来说就是消耗掉了不少的蓝量 雪基本没变 但美杜莎的蓝量有点低啊 这个时候其实对面稍微留神一点 这个蓝量确实是有点低 看看紫毛上来先手打天洞 这个天洞可以一套技能直接秒掉 沉默术给了一个大招 大胜的位置是被看到的 不过没有伤害跟上去的话 这个大胜也留不住 大胜这样比赛的装备走的是一个连击刀 然后做BKB的路线 哎呦 换了一个勇气之光 现在腐王的经济已经来到了7700块 单人领先对手美毒杀1700啊 就真的有钱 哦 腐王这里跳猴 猴子的蓝胖子 蓝胖子的这个英雄 哦 斩死 nice 腐王已经拿到了两个斩杀的层数了 呃 这两个斩杀的层数 待会这个腐王要是打得特别特别顺的话 会不会见到一个七八十点护甲的腐王呢 这里腐王看了一下 然后呢 还是跳刀过来 抢到了这个恢复神符 强魔术式的奥术诅咒 给的稍微慢了一点 他要如果提前给的话 是可以的 但是他给的稍微慢了一点 还是让对方跳刀跳出来 他自己是打断的 对方 现在斧王八千一夜 大胜六千七 魅渡沙和蓝猫 以及紫猫 三个人的经济呢 都是六千多块 那魅渡沙车也多一点 接近七千 蓝胖子只有四千九 这场比赛蓝胖子是真的穷 眼镜手应该出来了 应该是小七在运 然后准备过来点个金 现在八级只有两杯暴击 哎呦 还真出啊 我还说只有两杯暴击的话 倒不用担心 这块单位太少 万一出个三杯暴击点金亏了 结果还真得出了个点金暴击 这一个点金暴击 经济一下就来到了五千三百块 这个还是很赚的 看看大胜 这波跳过来以后 这里再往前走一点点 慢慢的往前走 比方说 腐王刻近战免 转好像移除了最短间隔 移除了最短间隔 是把它放到了魔晶里面 就是腐王现在的魔晶 有了以后 它是没有 电风扇的最短间隔的 就如果你对面的攻速够快 他的人足够多的话 他是可以无限触发 就真的是变成一个 转的跟电风扇一样的存在 团队的经济 SPIRIT领先4000家 人都是10比4 美杜莎的经济 现在跟虎王 已经只差500块钱了 刚才差1700 现在差500块钱 这个追的是真的有点快 别的不说 王也是绕了半天的街 对吧 逛了半天的街 一直在找人 蓝胖子手里边点金手 CD已经站好了 看看要不要过去点个金 这里对方是跑到了雕像区 雕像区的 做好了视野 但是SPIRIT似乎是打算 开一个正面团 5个人全来了 承诺术士给大 要先秒对方的天诺 把这个爆发 高爆发的角色 先给你秒了 这里一个异化出来 光把他波推上来 完成击杀 看看虎王的跳吼 吼住对方的光法 任甲出来以后 这里两个降游一换一 每个杀开大 直接顶脸 那么这一波 开大顶脸 对方撤的比较坚决啊 没有找到更多的机会 但是没有天怒在的话 只靠虎王一个跳吼 没有办法去对对方 形成一个极快速的减员 而且虎王的第一波跳吼 任甲已经用过了 他还需要再等一等 找一找机会 这波是两边的降游一换一 技能施放的情况成本来说的话 GG的成本更高一点 但是同样小技能作战 GG的阵容 小技能作战能力并不差 Spirit这边的小技能 如果没有了天怒的话 他的小技能作战 其实还要稍微弱一点点 天怒如果在的话 会好很多 多一手可靠的沉默 和一手高爆发 这个正面作战能力 会强一个档次 尤其是配合 虎王的跳吼 这个时候呢 紫猫并没有着急上 在这一个攻脉冲 补个刀 那对方也并没有太着急的往上走 因为 他的先手是需要虎王 这个地方 蓝猫拉一下 看一下TP下来的虎王 能不能够追到 可以 一个吼吼住 天怒的位置第一时间就有点远 紫猫就给残银拉一手 傲数诅咒给上去 天怒沉默给上 紫猫在这转圈 准备躲对方的大招 看看小路上来 想留 美杜莎已经成功了撤退 紫猫再对上一个刮沙 带走对方的天怒 连死两次 这个时候 并把他扑 扑上来以后 紫猫直接一个残银加异化 蓝胖子给了一个晕 再加奥数诅咒 完成击杀 这波砍树 大胜没有能够帮助技能 直接掉下来了 这里给上一棒子 虎王一个斩弹 走对方的沉默术 但是这波沉默术是雪转啊 雪转 你第一波所有的技能 打到这个美杜莎身上以后 包括虎王过来 跳跑 吼住美杜莎 打了一辈子 美杜莎根本就没掉血 就掉了点蓝 而且这个蓝量还没打空 然后一直等到 最后美杜莎的蓝量 剩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 美杜莎里边 选择一张TP直接回家 Spirit没有人能打断一张TP 接下来就是蓝猫飞进场 结果被对方 一顿技能连控爆发 秒掉 打完以后 双猫的团队经济差 刚才在刚打完了以后 直接是拉进到了2000块 2000多块 人都说来到了7比12 肥烟的子猫呢 身上的装备 现在是假腿连机刀 加一个散滑 准备出了一只双刀 看一下这笔子猫被沉默 吸收掉对方第一波技能 天怒大招给上去 但是周围的单位有点多 这一波沉默术是 给了一个大掩护一下 不让对手的府王上来 跳好接后不去的技能 来秒这个子猫 沉默术的大招 这波给的 没有问题 不过给完了以后 也只能撤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不可能说 我为了省一个大招 交一个子猫那样的话 我血亏 Spirit这个时候紧接着 就是一波回撤的开悟 作为一个强队来说 这种 进攻的节奏 抓的还是很好 但是光法 正好破掉了这个物 而且府王对于对方 第一时间所在位置的猜测 出现了错误 没有能够跳吼 吼到对方的人 盲猜了一手 失败了 看看子猫进来 直接一个A仗 一套技能 秒掉光 秒掉对方的天怒 之猫之光给出去 奎因吃魔瓣 一个刮杀回来 队友威光披风救下来 王没来得及斩 这里选择在树林后面 一张TP 那么留不住 蓝胖子也赶到了战场 这个时候撤退的 轮到了Spirit 不过自己的队友 在从中路往下路走的时候 带走了沉没术士 大圣在接着往上追 这里威光披风 走一下 大圣的位置 已经被看到了 蓝猫飞过来 抓住对方的光法 之猫之猫给上去 大圣这里大招给出来 蓝胖子给了一个晕 晕住蓝猫 没有让蓝猫继续留人 那这样啊 多了的大招白开了 子猫已经来到了正面战场 这个时候Spirit 剩下这哥俩的蓝量 好像不是特别的多 蓝猫这里 打出来了一个中立装备 一个飞 赶紧走一下 这块的视野 现在暂时两边都没有 都没有 高牌这块是有一个召唤生物 这两连刮沙 残烟拉住 再加一个异化 蓝胖子上来 一个晕 给上去 再加入光法的波 然后一轮合击 沉没术绕住 组绕 完成击沙 顺便拿了两点治理 三问题是美毒沙呢 美毒沙没有人管 美毒沙没有人管 美毒沙从开局 被对手釜王六级 白送了一个斩杀的经济 很差之后 现在已经一跃反超 到了全场第一 从落后对方的 釜王一千七经济 现在领先对方 釜王一千五的经济 美毒沙单人 跟釜王的经济差 已经拉回来了三千多 他单人已经拉回来 三千多了 团队的经济 现在已经拉平了 他说育母蜘蛛 现在怎么没人选出来玩了 育母蜘蛛 现在是顶分局 胜率倒数 第一 好像是倒数第一 反正就算不是第一 也是倒数前三 地图变大了 整个地图变开阔了 树林变少了 这个育母蜘蛛 他的蜘蛛王 所带来的一个位移的优势 现在被抵消掉了 你就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看边路现在的这树林 这边路现在哪有树林 就是一层树 这地方以前都走不了人的 都走不了人 现在这英雄进来随便走 所以用蜘蛛 他的蜘蛛王 所带来的一个穿递型 和机动性的优势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的话 那这个英雄 他就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 他以前是不好杀 非常的不好杀 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二阶装备 两边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思路 夜眼方 Spirit这边选择了三个臂甲 而GD选择了三个天鹰界 天鹰界还是好呀 天鹰界这个东西 GD全队啊 全队出了仨 当年我对吧 我某中国著名战队 某著名选手 一个人出仨 甚至四个 天鹰战士 无关这样的 dyer's top tower 是立了 拥借 Dyer's top tower 是离了 就是 脎子 藏了 就捅了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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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美杜莎的经纪全掌第一 然后二三四是spirit的人 但是蓝猫的经纪已经被对手的紫猫和蓝胖子追平了 尤其是蓝胖子 蓝胖子在拥有了这个点击手以后 经纪增长的也是贼快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是笛子 并不打算出持绳甲 府王的转是个纯粹伤害 所以你挡不了 这个东西你挡不了 你除非是护盾神符之类的东西可以挡 其他东西是挡不了的 魔法盾或者物理盾都挡不了 你看看美杜莎A了一波 已经有冰眼了 有冰眼以后大圣打这个美杜莎也会很别扭 很别扭 因为她冰眼减速 虽然对近战英雄来说的话 这个冰眼的减速没有那么的好使 但是仍然很可爱 这个打远程英雄可是好使 这个还是50%的远程减速 这个是好使的 美杜莎的经纪15500块 那么确实速度很快 大圣这边出的是连击刀BKB暗灭 然后准备去做冰眼 虎王在出天堂吗 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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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王居然想要出的是励志双刀 蓝猫也在出励志双刀 天怒在出 微光披风和推推 小鹿夹腿大推推 打美杜莎 不出伞尸 你可以归结为阵容不合适 就是英雄不合适出 不出天堂是什么思路 这边过来直接爆火 这爆团抓美杜莎 感觉美杜莎这边要遭重了 蓝猫飞过来 虎王跳好加天独大吗 没有 强头数是一个大招的救下来了 这样的话美杜莎选择是 直接开大招 加一个分身往回走 队友的掩护已经到位 这个地方的专家眼插得非常不错 那么看看 紫猫异化出来 以后扔一个残烟 拉住了小鹿 光把在这个高档上插一颗保护眼 可以 GG的这一波鹰队 可以说是成本比较低了 可以说成本相对是比较低的一波 蓝猫过来再吃个聊生莲花 和一个大聊生莲花 能回400点蓝 对于蓝猫来说很香 Dia Spirit 选择过来打肉山 26分钟 那么是在左上角的肉山 团队经济已经被GD反超了 我看看 虎王是不是拉了个飞鞋 是啊 虎王拉了个飞鞋 虎王的鞋 这个道路渠道无所谓 降位鞋对于虎王来说主要的收益是护甲 但是现在他的斩杀本来就有护甲 看看这波 BKB开起来 然后微光P方 每度杀点两下 这个地方吃掉聊生莲花 打了一下蓝猫子 蓝猫子表示好像不怎么掉血 我有的是血 没别的 就是鞋多 这鞋贼多 2190点血 这个蓝猫子现在 不过拿到肉山给大圣了一个肉山盾 这个肉山盾这个阶段给大圣的收益其实不高 咱们说实话其实不高 看看子猫这里 这边看到了 能再找一下吗 好像看不到了 这个位置 大圣的这个机动性还是有点略好 看在这里 紫猫 哎呦 这个地方这一棒子敲上来 没有中 美杜莎已经1190了 Spirit这些人光在这逛街 经济没变化 对方的美杜莎的经历 是跟做火箭一样的在赏射 美杜莎在冰眼之后 分身冰眼之后呢 准备去出的是大引刀 我还在想 我说这张比赛美杜莎出个大引刀 应该是很厉害的 这一分身 大招开起来 这样的话石化住对手 一个吗 没有 狂选择是回头 但是好像还是要死啊 这个地方 你沉默术是 给上一个大招 美杜莎选择原地跟你拼一下 走出去 还有后续的空吧 光法过来 智芒智光 就一下一个波 还是没有救下来 拉尔生了一丝血 拉尔生了一丝血 没有后续的伤害 没有的留住 这一大胜砸下来 没有能够抓住对手的光法 那这样的话 Spirit这波还是很成功的 击杀到了对方美杜莎 大引刀用来去打对手 这个阵容还是挺合适的 不管用来去打大胜 还是用来去AE府王 都很赚 不过 GG这场比赛 他们在前期 巨大劣势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我们从上帝视角来说的话 其实能看得出来 已经是把团队经纪拉回来了 只不过Spirit处理的比较 说好吗 或者说比较合理的一点吧 就是他们这样比赛 在优势局的时候 没有 基本没怎么落过单 大家可以看 一直都是在Spirit抓对手的落单 而Spirit自己 没有什么落单的情况 因此对方没有机会去 去对你的一个点目标进行突破 用来击杀 用击杀你的单点 来托缓你的进攻节奏 这个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可以说Spirit在这方面 做的还是比较不错 蓝猫这块过来 抓住 漂亮 紫猫被秒 nice 又被对手连续的抓落单 这场比赛 GG在这个劣势局的处理上面 虽然是一无既往 保持了他们的一个原有的节奏 但是他们的这个原有节奏 所带来的一些固有的问题 在这场比赛当中被Spirit给利用了 你看Spirit几乎是不落单的 他所有的人几乎一直是站在一起 虎王是单人现在在下路呆着 但是他也不是在你的视野范围内刷钱的那种 美杜莎开个大领刀 看到对手的一个虎王 两个幻象上去 虎王这块开始转他的幻象 转这幻象的转一倍了 打不掉这两个幻象 虎王根本 又是两个幻象过来直接清兵线 我要看这两个幻象是真头大 转不掉 好奇 真的就是转不掉 DG这根选择的是两个幻象在拖 然后一波开悟 这个时候只有紫猫一个人是在露线的状态 这波开悟过来以后 蓝猫是顶在第一线 两个幻象扔上去 然后在清兵线 其他的人开悟到后面蹲 Spirit又是五人抱团 不露给你抓落单的机会 美毒杀的装备在出完了大引刀以后 下一个装备准备补的是BKB 刚刚这里打出一个破坏 想留对方的小鹿 小鹿这里果断的一个推推开溜 那么肉山盾已经消了 GD这个卡肉山盾消的时间 想过来开端的计划并不是有成功 这个开悟 这个开悟的位置 好像两边是都被看到了 GD里边 搜到了对方家的野区 从视野上来看 我感觉好像GD的 Spirit是占优的 这里过来吼 但是吼的是一个蓝胖子 陈墨术士直接给大 紫猫可以进场了 紫猫直接进场去找后排 蓝胖子吃掉第一轮所有的输出 美毒杀开大 石化出了对方大胜 大胜之地选择开启了自己的大招 但是美毒杀不管你那套 老将今天就是要强留你 紫猫冲上去吃掉伤害 带走 王一个猴 吼住三个人 斩掉了陈墨术士 美毒杀的冰眼还在粘的 这里斩了一件蓝胖子 但是蓝胖子没有被斩死 小鹿跟上去以后 给自己的大镖镖死 看看这个Mira Mira没有能够跑掉 美毒杀继续疯狂跟着输出 可惜的是 在最前线的是自己的幻象 光法这里再给上一个减速 一个波 智盲之光推回来 对方的小鹿选择给了一个推推 再选择一张TP 正面这场这里 斧王又是猴 猴出对方的光法 蓝猫飞过来 Nice 直接击杀成功 但是拉尔的血量有点低 这里大引刀 打一个破坏效果出来以后 蓝猫再给上一个拉 这是我最后的波纹 那没有蓝了呀 打不动 富王再给上一个猴 但是美毒杀现在有1400多血 即便你把我蓝量打空了又如何 你还是占不了我 我这血线高 这个时候光法选择了买活 剃到中路 准备过来救一下美毒杀 富王这里还在救 开刃甲 能斩吗 能斩吗 可以 漂亮 虽然来不及斩啊 他的斩应该还在CD 因为上一波他斩蓝胖子 没有成功 没有斩死 大招进入CD 但是好在场上 因为已经没有活着的人了 只剩他自己一个人 和对方的美毒杀了 那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是赚了 呃 2700块 团队经济赚了2700块 然后一波打完了以后 现在团队经济插方面 Spirit是领先到了5000加 蓝胖子身上的装备 是大鞋 笛子 大鞋笛子 然后准备出一个赤纸红甲 啊 刚才这一波整个团战打下来 感觉上就你能感觉到一个东西 能感觉到一个东西 就是紫猫这个英雄的技能CD 还是有点难受的 比赛选择是先出了一个 否决挂士 偶决挂士 偶决挂士 大家上次下一个装备要做的是紫怨 然后准备做紫怨和 约级 冰眼连击刀 甲腿 暗灭BKB 美杜莎的输出还是稍微低了点 现在 不过 美杜莎22级了 看一下等级 现在美杜莎的辅王是22级 然后大胜20 蓝胖子19 哦 紫猫只有17级 难怪他感觉这么弱 好 只有17级 没有A杖 这场比赛紫猫 我觉得紫猫的这个否决挂士 如果换成一个A杖 是不是更适合一点 打Spirit的这种 打天怒 打蓝猫 甚至包括抓对方的大胜 你有一个A杖的攻击外冲的效果 我感觉啊 只是咱们自己这个 匀一下 对吧 匀一下 感觉上应该是更好点 哦 夜眼的这个扫描 夜眼的这个扫描 没有扫到 在这儿没有人 对方在打盾 过来以后破雾 插眼 被发现了 这个位置 紫猫过来直接想先秒 对方的小鹿 小鹿这里被破坏 直接抢秒 肉杉的血量不多 蓝猫过来拉了一下 紫猫吃低波伤害 蓝胖子杀篮开始给输出 肉杉的血量非常非常的低 美杜莎直接开始大招 冲进去石化住对手 但是雅兔罗还是抢到了肉杉盾 很漂亮 美杜莎空蓝 斩了一下没有死 但是美杜莎没有能够顶住 对方的输出 大胜还是抢到了肉杉盾 这个时候紫猫剩了一丝血 共鸣脉冲走一波 再一个刮杀撤出来 雅托勒现在在这个肉杉里边 看一下上朔拉着 蓝猫剩了一丝血 也成功的逃回了家里面 可以 这波团战虽然说是让对手的 美杜莎完成了一个 一换三加一个盾 但好在是肉杉盾和奶酪都是 Spirit拿到 并且击杀到了对手的美杜莎 美杜莎死得还很早 整体来说 小亏吧 对于Spirit来说小亏 而且奶酪还在 奶酪是保住了的 肉杉也是他们杀的 美杜莎这波为了抢肉杉盾 所以提前开大冲到肉杉坑里面 吃的伤害吃的太多了 导致没有机会去让安心的输出 一捡那个地方被空了 捡不到盾 这个东西没办法 小鹿这边是甲腿大推推 然后银月之精 身上还带了一个正义之火 加30M速 小鹿这边单刷魔方 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大推推小鹿单刷魔方 四节装备方面 蓝胖子拿了法术龙镜 蓝猫也拿了法术龙镜 然后大圣这边拿到致灭 看看美杜莎准备换个什么 美杜莎现在身上带的是魔力剑袋 光法加速神符 紫毛选择的一个三阶是智力长袍 沉默术是拿了灵眼长弓 王这边选择用了人肘拥具 单人去加一个雾 单人开雾 美杜莎的下一个装备要做大推推 打出来一个四节装备 看看他能换一个什么 这个很关键 四节装备有致灭之类的东西吗 不知道 换了个法术龙镜 看来四节装备都不太好 其他的装备没什么像样的装备 这大圣被秒了可还行啊 这大圣上级以后 第一时间省BKB了 让对方蓝胖子晕住以后 直接秒杀 80秒没买活 这高地没了怎么打 赶紧出去带线 有没有人出去断线冰线 大圣没买活 我看差多少钱 他600多那等不上啊 这等工资等不上的 这还打个毛线啊 大圣没了没输出了 也没有人出去断冰线 出去断的是中路冰线 没有人去断上路冰线 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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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差这边23级 20级天赋 选择了加持 化凝视的持续时间 25级 待会再说了 那就 30多秒 GG这边很稳 他们选择的是30多秒 开始拆你的高地塔 拆完高地塔以后 大概是 20多秒的时间 20多秒的话 逼你开一个塔房 然后第一个塔房 开完了以后呢 拆掉你的塔 第二个塔房 你的大圣复活时间 还有十几秒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 大圣 还有十几秒 比如说你肯定不舍得买 然后再接着拆 如果能蹭掉你的近战兵营 就蹭近战 蹭掉近战就蹭远 我让小鹿招一个幻象 不过还好 这波只是大圣被秒 然后掉了一个高地塔 而已 没有更多的损失 就还算是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这个损失 团队的经济目前是平的 三大哥的经济来看的话 对方的三号位蓝胖子 目前在正面战场 所起到的作用 也是相当的小 不过他出到了这把天堂 这个天堂是很有用的 蓝胖子没有选择去出一仗 也没有选择去出魔精 其实蓝胖子是可以买魔精的 这场比赛是可以买魔精的 魔精收益挺高的 对于他们这场比赛而言 练美杜莎上来接着拆 拿到了自己的大推推 身上还有3400的存款 留好了百活 直接拆掉远程兵营了 然后开始A进战 也看到了腐王 看到腐王以后过来 直接破影一切 然后紫猫上来打一套 这个的腐王被打成一个残血 沉默数字给大 蓝猫没有被沉默 那大胜的大招 加上蓝猫冲进场 美杜莎站在人群当中 开了一个石化名式 直接战装平A 不管你那套光把的球 留住了对方亚托了 两个推推 才把亚托了第一时间救下来 可是马上又被A死 那完了 那打不了了 光把的这个光 这个跳舞球 把正在推到一半的大胜 给揪回来了 被迫让对方用了第二个推推 然后第二个推推完了以后 美杜莎直接打推推冲脸过去 点死了这个大胜 让大胜连死两条命 没有买活 那就没办法了 就在大胜的大招中间 在那硬A 根本就打不了血 这样的话 美杜莎接着拆了 这就轻松愉快地接着拆了 这蓝量回的差不多了 光把没事的话 能再给他回回蓝 蓝胖子给加上视觉树 蓝猫飞出来 想要去断一下兵线 但是伤害太低了 这个距离不够远 伤害不够 搞如 标了一个 拉了一个对手的幻象 然后标掉一个幻象 美杜莎就在前面硬顶了 光把在后面给他回蓝 回蓝等于回血 这太恶心了 这波顶着前面拆 拆掉对手的第二路高地 上路跟中路两路高地高破 大胜还有十几秒复活 并且已经有了买活 连破两路高地 加击杀掉对方的大胜以后 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已经是被GD拉开了8000加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连续破掉两路高地 所给到的大量金钱 对于GD来说 他们是有资格去更新一桌装备的 就算是大哥留买活 不去更新 酱油是可以更的 然后Spirit这边呢 等于在高地上看了半天 对方拆自己家的建筑物 也没法出去刷钱 所以他们的装备没变化 大叔问一下 为啥一解不出法一啊 是因为法一的回篮是基于法盾税后的伤害来回的吗 对 法一就是法师泳衣那个道具 他的回篮是你掉多少血 然后按比例给你回篮 所以每度杀出法一的收益极敌 下路二台拆掉 拆完了以后 蓝胖子果然是有魔精了 现在开始给自己的队友加烈火盾了 蓝胖子的烈火盾 在自己 就无限套就完了 自己的队友都在 他就无限套就行了 这点美术杀的幻象 又是被对手巧路利用一下 还一个幻象往上顶 然后自己的另外一个幻象呢 被对手给招了 招了以后 人头出现18比22 还落后四个人头 差了44分钟 还落后四个人头 像Spirit这狗准备是打一拨先手 因为看出来后手没边打了 他们现在已经看明白了 后手我无论怎么打都打不过 一旦让对方摆好了 阵型美术杀战的第一个 我这边输出根本就不够 去制裁这个美术杀的 方法出了个风胀 这是打算出大风胀了 这是要出大风胀 我跟你说 风胀绝对不是他要出的东西 他就是要出大风胀 你吼谁我吹谁 我吹你没用 我吹你腐王没用 因为我吹你腐王的话 你天怒还能给他 但是你吼谁我把谁吹起来 里边破译一阶打一套 陈墨树是给大留住蓝猫 蓝猫这里吃点奶酪 看看后续的伤害不够 没秒掉 那这样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揣着对方回去泡温泉的时间 过来拿美术杀 这里是控制自己的一个幻象 在拉 在A对方的腐王 不让这个腐王跳刀 跳刀这边绕了一条过来 蓝猫飞过来以后 美术杀直接大招开起来 站在对方大胜的大招 正中间打了一套 推推出来 留住蓝猫吧 蓝猫直接A死 那大胜的大招结束以后呢 知道你的蓝猫肯定是有买的 所以这波我先不着急 出来以后看一下 拉住 大胜再一次被秒 大胜没有买活 90秒的复活时间 这样的话 小鹿也被A死了 完成三杀 这是要送暴走的节奏了呀 疯狂杀戮 最后一个狂 停手 美术杀单人输出 这边对方蓝猫不给你暴走 才是被对手A死了吗 这个时候看看没死 美术杀还在努力的输出 队友在给他回篮 美术杀归归上去 就不给这个暴走 就不给你 气死你 没给 没给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可以了 这场比赛Spirit赢了好吧 Spirit赢了 他没给对方美术杀暴走 硬生生拖到了 没让美术杀暴走 可以可以可以 好了那么这场比赛结束 最终还是GG拿下了对手 那么东西之地在胜者组往前前进一轮 那么中国战队在败者组的第一个对手就出现了 星辰将会对战Spirit 当然这个比赛是在明天5月2号的下午6点钟 好了我是桑老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的频道 也感谢各位观众大佬 投为支持打赏一发 咱们这场比赛先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一会儿第二轮的比赛见 第二轮比赛 今天的对战双方是来自于OG对战Liquid 从两支战队近期的比赛成绩和表现来看 我估计会拉满一个BO3 好吧 好了下场见 我们吧